就是有求必应价 刚才也提过我们一连串的远销之后 都收到不少的查询 我们公安地产推出汇明的首张价单 就回应了市场的诉求 另外市场有需求的客人 其实都是绝对应付到的楼价 为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一房 都是折实最高折扣的话 都是便宜过400万 所以我们应用为有求必应价 国军价看到都翻三开一面 转领口价的水平 其实是否都看不懂 对未来的市况呢? 其实现在这个市况 今早也有些新闻提出 就是说暖柱局今年年底都会陆续减息 我相信这个都是高息周期里面的尾班车 但这些都是高息周期里面的尾班车 到买家收楼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黄金楼花 其实十孔个月收楼 其实当利息开始回落的时候 资产价格慢慢就开始升值了 所以慢慢这个是高息的尾班车价 但是其实你给同区的新闻 有没有有两成的质量? 其实看回东九龙 我们认为都是超过两成的 对上东九龙就在另一个跑道本 都是超过两成的 对上东九龙就能够实现了 事业街道共产的方面 因为本身就是说 可能帮到一些资助房屋的居民 但是本身跟资助房屋 可能达到六亿摄 或者五亿摄 都还有一些差距的时候 其实可不可以说多一点点 其实最主要我们都是给一个资助用 资助房屋始终都有不同的限制 私人楼都有SSD 但是就比起需要保地价 或者一些转售限制更加灵活 所以我们都是希望可以给市场 一些资助房屋的客户 可以多一个选择 而且都见到近期 比如居屋17万的认购 都超压了十几倍 另外也有其他类型的资助房屋 超压的倍数也很大 所以我们就推出我们的项目 也非常接近资助房屋的价钱 去多些选择给市场 请问回国际的地价 差不多100元 其实买价会比市场低 是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用一个货月轮转的策略 嗯 我们现在都是想货月轮转的策略 那第一批这个特价钱 是否低过成本价呢 都是货月轮转的策略 还是市场单位 周六训练和开市委 是的 是的 我们希望最快就下个周门 是否计划是第一个月轮转的策略 那是今次第一个月轮转的策略 你根本想货月轮转的策略 还是很厉害的 你究竟是很厉害的 如果有时期月轮转的策略 或者其他就会比划算 其实也是 補充前刚才看到的利息走费 其实联储转都很明显说 今年年底会陆续减息 減息後,預期資產價格會回升 預期年底樓價開始發展 2億1600元 好,還有問題 有,我們稍後會給大家,在這裡逐個讀 因為我們都有三種會形,開放式一房和兩房 一房就是佔我們整個款比例比較多,接近六成的貨 兩房就是有三成,一房就是一成 開放式就是一成 其實現在都在說,政府要開放式一房 其實今次都開得這麼小 但是,現在的納米樓是市場的職業力,不是太高 我想都是看看負擔水平 很多資助房屋的人,可能都是負擔水平不太高 但是,也有一個自業需求 所以,尤其是政府限制之後,這些類型的供應會比較少 我們都希望提供一些不同的選擇給買家 以往,我們對甚麼系列呢 其實都是有接近五成的客戶來自這些資助房屋 我們認為都是有非常強大的需求,在一類型的貨重 其實來今,會否說,會否讓回家庭空間 整個本來雲真的可能是有機會可以打亡 這個不評論,我們都是看收票情況 我們今次都是採取貨源輪轉的大量 是,好,多謝各位,我們可以星期六日再見面 那麼,他這樣說,2024年第一個全新的本開 那麼,發展商其實都因應使道的 看到他今天那個開價,如果他今天那個,即是最低價來講 我可以認為我會回歸十年前的價格了 因為,現在,太股處和城市指數出來的流價指數 就已經是跌到七年至八年了 那麼,他希望有一個大的折扣去廣播 那麼,引一些客人來呢 所以,他一個最低價呢,就十年前的價格 如果讓你抽到那個,頭醜買最低價 因為他現在,都是三樓八樓啦 那麼,那些呢,就有兩成的折扣的 那麼,那個是一個招來啦,廣報啦 在平均來說呢,去到萬六來說呢 那麼,比附近的所有的二手呢,都便宜的 那麼,如果比較有規模的 他是銳意去搶,真是有心去搶的 就是居屋客,還有呢,八居二的客 那麼,如果近期八居二呢,在2023是主力的 因為江衰客,那八居二是恆常化 那麼,就去買滿地價居屋 那麼,如果去對比最附近的居屋呢,就是 農盤園,那麼,農盤園呢,接近三十年樓 那麼,三十年的樓呢,現在是賣一萬四分尺 那麼,就是不去,不用去買居屋了 不用去抽居了,又不用去入息審查 如果買一間私樓,他現在,樓價雖然低密 但是,總有機會升回的 如果升回來說呢,買家來說呢 可以享受一個升值 現在,除了買樓,置業之外呢 其實,物業呢,publicity的英雲呢 就是,都是一個資產來的 那麼,這個資產呢,是物業的價值 那麼,現在不過,大家忘記了 就是,覺得它沒有價值,一直跌 那麼,當你升的時候,就有價值的了 那麼,我相信,未來2024,如果減息真的出現 或者呢,政府會有減難 或者,再不止呢,就是有刺激樓市的措施 或者刺激經濟措施 農曆新年的小陽春呢,都很大機會 那麼,股票這麼低迷呢 今天都是,萬六已經出現危機去到萬五 那麼,所以,我相信,政府都在這裡呼籲一下 要一些,要做些事情 去托一托香港的經濟 不只是樓市的 整個經濟都需要去搶購 用搶購形容 那麼,所以,發展商在這一段時間很勇敢 利用農曆新年前的檔期 因為很快呢,就一月頭,二月頭就農曆新年 它要賣樓呢,都是這三個星期 如果它到農曆新年呢 確實是年28下,到年初二、三 都是靜一靜的 那麼,變成了發展商搶這個檔期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